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蘋果揭發了幾名外籍警司 他們涉嫌干犯一些違法行為 在英國方面最近政界有反響 人家點名了三名英籍高級警官 指控他們有參與到香港的警暴行為 並且稱呼他們為要犯 又呼籲香港市民要積極地向英國提供證據 這位作出呼籲的 就是英國保守黨的人權委員會成員 德普爾福德Luke de Poufford 他說英國政府相信香港警暴問題 是應該作出深入的調查 並點名了以下三人 分別是助理警務處長陶輝Wubert Tover 總警司莊定賢 David Jordan 以及另一位總警司薛震婷 Justin Shaif 就說他們涉嫌有參與到警暴行為 Poufford就說自己正在就一個法律項目 去收集這三名英籍警官涉及警暴的證據 公開呼籲香港人要積極地協助提供 這位Poufford到底是有什麼來頭呢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香港的何君曉大議員 曾經被英國的安格尼亞老師金大學 褫奪了他的法學名譽博士的銜頭 這位Poufford正正是參與了一個積極的作用 他是有份推動整件事的行進 所以現在他說要呼籲香港人提供證據的話 希望大家都會積極地發佈這些證據給他看看 包括影片、新聞、報導等 活躍於國際戰線的黃之鋒 對於這件事也有話說 他就說 記得去年除了在尖沙咀中樓那樹追擊陶輝 要求他向香港人道歉以外 他也花了不少時間去聯絡國際傳媒 以及向他到訪倫敦時認識的記者報料 幫忙促成英國傳媒 炮製了大蝙蝠的報導 於是這位陶輝就揚威早家 黃之鋒繼續說 說這班高等白人生於英國 在故鄉享有民主和自由 如今來到香港做警隊的高層 要香港的納稅人出糧給他們 但是倒轉槍頭去鎮壓那些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香港人 現在難得接二連三有英籍警司瘋狂涉嫌違法 呼籲大家是時候要報大他 目標很簡單 短期要推上國際媒體 最重要是被他們在英國的親戚朋友揭到國際版的時候 都看到這班香港英籍高級警官是帶頭涉嫌違法的 長線來說 就是要繼續推動英國政府和英國國會關注 促使英國外交部 就著英國公民在香港涉嫌違法 以及參與警暴的問題 作出回應以及表態 這個國際戰線果然非常厲害 剛巧這班人全部都是英籍的高級警官 英國作為這個持份者 你就有權發聲了 這些是英國公民 現在不是叫你得罪中國 你約翰遜政府對於中國提不起勁 硬不起來 一點都不要緊 因為現在在香港 涉嫌干犯違法行為 以及參與警暴活動 正正就是英國公民 陶輝 涉鎮庭 莊定賢 和韋華高 全部都是英國人 所以英國政府絕對是有權來出聲 因為現在是英國公民在海外 涉嫌做一些缺德行為 那你一定要發聲 一定要作出調查 你不查唐人 不要緊 起碼要查英籍的警官 對不對 你不能密不作聲 這些是你的人 所以就提供契機給他發聲 如果是這樣 都不肯發聲 那就未免太過蛇嘰 又不是叫你向中國提出什麼抗議 又不是叫你讓香港人拿BNO平權 叫你為良知和公義 說句公道說話 這些東西輕而易舉 實際在英國政界裡 都不乏想為香港發聲的人 只不過最大的障礙就是 執政黨 經常為首為美 船頭怕鬼 船尾怕賊 經常怕得罪中國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發聲 現在有國際追責 其實對於外籍的警司 就有實際作用了 若然英國真的去深入調查 當然會查到一些材料出來 如果當中某些指向是查名屬實的話 肯定就會有些懲罰的條款 比如說怎樣 可能向這些人實施入境限制 或者制裁他們在當地的資產 這些才是實際的 一說到利益便是肉赤 你只是在道德上對這些人予以譴責 他們就當你唱歌 所以一定要實際一點 要貼身一點才有效 如果真的查名屬實 對於這些人成功追責的話 也對於那幫華人的警員 有一個示範作用 怎樣示範作用 就是告訴你 如果英國他們去查英籍的警官 都有一些懲罰條款的時候 如果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若然真的深入大範圍地展開調查的話 肯定對於這些人 是會有些制裁行動的 這幫人當然未必在美國會有什麼資產 甚至乎一輩子都未去過美國 只不過不只是美國 因為很多外國的國家 其實都通過了這個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 好了 這個人權法 如果當地真的落實去執行的話 就會使得這些人的旅行 出行是很不便的 如果有很多國家同時都宣佈 這些人全部都是乾犯 有些警暴行為 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就不歡迎你了 使得他們的出行受到限制 難道一輩子來來去去去 大灣區只是回大陸旅遊嗎 悶得悶死 你看現在香港 不出不入 香港人想外遊也沒有機會 就已經很陰悶了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最近在澳洲的國會 正正是就著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召開了一個聽證會 而且有四名居於澳洲的香港人 出席了這個會議 到底在會上 這四名香港人作出了什麼見證呢 他們就說大陸的壓迫超越了國界 在澳洲當地聲援香港抗爭的人士被跟蹤 亦都受到言語和肢體上的攻擊 而這班澳洲港人也有提到 自從去年六月開始 特區政府打壓香港人反送中運動之後 香港的公民和政治權利狀況日益惡化了 有超過7000名支持民主的人士被捕和受傷 當中大多數還是學生和青年人 此外 當局亦高調地拘捕了民主派的人士 民主派議員和活躍參與運動的人士 他們促請澳洲議會 盡快就著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立法 這不僅有助於澳洲在全球推動公義和問責 亦都保障澳洲人的權利和生活方式 實際上澳洲如果通過人權問責法 我相信他們真的會落實執行的機會相當大 因為很多國家其實都有相關的法案 到底他們有沒有啟動到裏頭的制裁機制 或者具體的細節有沒有去執行 有很多都是沒有 就這樣放在備用 但是官乎目前的中澳關係幾乎是冰點 去到僵局 而澳洲政府也不怕得罪中國 他們也不怕說一些中國不適合的說話 因此當這條人權法在澳洲通過以後 很大機會真的會落實執行 就著香港警察的警暴行為 澳洲方面可以怎樣應對 所以就算這班香港警察在澳洲沒有任何資產 或者沒有任何親戚也好 至少澳洲政府就可以把他們列為不受歡迎人士 使得他們不能去旅遊 這樣已經是好氣頂了 又少了一個旅遊的熱點 然後又可以限制他們的子女前往澳洲就讀 又少了一個機會去留學 只是這兩樣措施 對於那班傢伙來講 就已經夠貼身了 好了 若然只有澳洲去做的話 效果當然就削減一點 若然澳洲拍板真的付諸實行之後 其他國家看到有先例可援走去跟隨的時候 那效果就來了 連鎖反應就來了 所謂秀田沒有人耕 耕開就有人爭 當澳洲拿了第一之後 其他西方文明國家如果跟對的話 對於這班傢伙也很投行 難道他真的把子女送去大灣區讀書嗎 難道他一輩子真的被迫在東亞那裡旅行嗎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 當然上述所說的事情 都未包括美國國內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到底制裁機制具體會怎樣執行 那些條款會怎樣呢 五月底就知道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